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日必用 赶面杖 来 欢迎金伯 到这里来 就走天了 怎么样 是个小小少年吧 一米一一高 来 先向大家自我介绍吧 介绍一下 父母 阿姨好 我叫张天文 我来自山西 我吃水了 谢谢大家 我喜欢做嬷嬷 我喜欢给家人吃 喜欢什么给家人吃 做嬷嬷给家人吃 是吗 是 你是男孩女孩 男孩 你这个衣服颜色选择很别致吗 这个衣服是谁给你买的呀 小姐姐 小姐姐给我了 是你的亲姐姐吗 还是 是 那是哪个姐姐 亲家女 小姐姐 请妈妈给我们翻译一下 没听懂 什么家的 因为邻居是我们装的小姐姐 捡的邻居家小姐姐的衣服 对 我说嘛 因为这个叔叔也有一个女儿 我觉得这个衣服一看 就是有点像女士的 不过不要紧 咱们这个小朋友 穿别人剩下这种衣服 百家衣是特别好的 是有福气 是吧 没关系 丝毫不会影响我们面食大厨 这个强大的气场 没错 而且我们是带着道具来的 请问平时你出来 都要手拿擀面杖吗 拿 都拿呀 常年就是拿着擀面杖出来 是吧 那这样咱们有很多很多的技能 咱们一样一样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不好 好 那首先咱们展示哪一个小小绝活呢 一个 鱼的侧眼还有蝴蝶 就是要用面团给大家做这些动物造型 对不对 是 对呀 那我们给你准备一下道具 好吧 好 动作人员上道具 对呀 平老师不光乒乓球打得好 获得奥运冠军 而且她包包子 现在也成为主业了 特别是她那个包包子直播 好多人没观看 真的 而且她的水平确实高 我觉得那必须请 亚平老师上场好不好 对 来 有请 美食的这样的一个激烈的对决 不得不请上我们的美食大师 对吧 我们的张浦老师 来 有请 承让 承让 让个多点 有请 解读一下二位的烹饪技巧 刚才我们辛勃小朋友说了 我的第一项绝活是什么 就是会用面团做各种动物的造型 对吧 对 我更完了 对 唯独会包包子 那结果就 让辛勃小朋友先来做一个造型 看看这小朋友究竟是什么水平 对 好不好 好吗 开始吧 来 开始 如果孩子做得好的话 我们一目了然就能够看出来 好 看来小朋友这个流程是非常的熟练了 揉面的手法也很标准 确确实实 看得出来 是一个经常干家务的孩子 这是下劲 行业里头呢 正规下劲是用手 用手下劲 但是孩子手小 所以在切劲 就跟咱家里包饺子似的 首先这个面啊 运用上 就是中式面点啊 中式六个种类 水条的 蓬松的 油酥的 扎凉的 米粉的其他的 那不就是面团吗 不一样啊 就跟您说 您吃这个饺子 跟那包子不一样吧 饺子就属于水条 就是拿水 冷水去 拿水直接和面 还有一个水条 蓬松呢 咱们就是里头发的 发面 发面 馒头啊花卷属于蓬松 油酥呢 您吃那点心 例如外头买的点心 酥层一层一层的 叫油酥的 米粉呢 您那汤圆啊 元宵啊 用米米粉做的 还有杂粮 就是咱们那个棒子面啊 什么这个 荞麦面 这杂粮类的 还有其他的呢 像您吃的虾饺 吃的南瓜饼 属于其他面团 这么分类的 那么这个呢 就属于蓬松面 也就是咱们的发面 发面 来来来来 再往前点 哎呀 就这样一个小朋友啊 手非常的灵巧 连碗都够不到 好巧这手 还有哦 还有这个 进一步 哦 中间要用筷子捏一下 一点点不可啊 哈哈哈哈 做制作完了吗 蝴蝶 嗯 鹅 哦 知道了 看 这是两天鹅 是 天鹅 是吧 一对相像 鹅已经完成了 好 完成了 我们小朋友已经开始进入 第二个动物造型的制作了 我觉得亚萍老师 您自由发挥一下 自由发挥 您也来一块面团 就是 我给您 我给您 不是我怎么制作 我不会啊 要的就是不会的效果 对 您要做好 您看张老师上来 我们不让他做 是吧 哈哈哈哈 那我也来一个 让你们猜猜 好 大家看到这是奥运会赛场上的 乒乓球金牌获得者邓雅萍 他退以后呢 专门主要从事的主页 是包包子 今天呢 专门在这里呢 在我们全国面点 大师的和四岁小朋友 两位 共同见证下 来看一看大平老师 他这个包子包子怎么样 来 我们看一看 辛伯小朋友这边 第二个动物造型 已经制作完成了 来 大家来给个镜头看一下 这个是鱼 而且是金鱼 金黄色的鱼 这个怎么 我们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我知道 亚萍老师要做什么了 我也知道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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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 现在亚萍老师 这个占用了我们 辛伯小朋友的工具 哈哈哈哈哈哈 你是是在等着工具 对是在等着工具 你是要用那个工具是吧 好 这时候我们亚萍老师 发扬风格 你看 邓亚萍老师非常认真 我以为他刚才做一个 反胶的球拍就完了 他还非给把这球拍上 拉成这个路 然后这一瞧 显然就是打长胶的 好 我们看到 辛伯小朋友的第三个动物造型 又已经完成了 依然应该还是一条鱼 但是颜色上面有了变化 对对 尾部成了个绿色的 好 对 现在小朋友已经完成了 亚萍老师呢也急性发挥了 来请我们的张老师 张老师 做一个点评 总的来说真的做得非常好 尤其这个 有层次感以后更加漂亮 你看是不是 这个白的和绿的搭配 就比这个纯黄颜色更亮 而且经过他一段时间的这个账发 感觉现在更立体了 还有抓的细节特别好 你看那小鱼鳞 用那勺子瓣轻轻一戳 鱼鳞出来了 对 是吧 它的立体很深 给我们点评一下 亚萍老师的作品吧 对 这我就不好点评了 这么为难了 张老师 不过现在我们这个餐饮 也在做这些 例如咱们的奥运会期间 就是很多餐厅 就推出了一些奥运食品 例如拿那个酥面 油酥的面 做成一个拍子 然后拿那个山药 做成一个乒乓球 搁在上头 都是能食用的 还有做那个雪山的滑雪 那个赛道 拿那个奶油挤 挤完以后做成那个 张老师没法评价我 不不不 说明我这个绝对技高一筹 还绝对的 连大师都没得说了 来 欣伯 你觉得你亮相的这个第一手绝活 跟阿姨的比拼 你们俩谁赢了 我 那我们接下来的小朋友再出一招 再亮一个绝活 看看我们的这个做包子的奥运能手 能不能够接招 来一个花膜 好吧 可以跟大家讲一个小的窍门 好多人就觉得这个发面活完以后 就要发半个小时 再去揉了 再去蒸 这样你揉不光滑 一般我们要做发面的 就是加好酵母以后 揉滋润了 就直接包 你一发呢 它里头有气泡了 你再揉它不滋润 我明白了 就直接蒸 这样出来的就是 会很轩 显得很 很白 很亮 很光滑 你看这擀面杖似的 这擀面杖是不是妈妈给单门预制的 这是我爷爷 就是他的太爷爷楼下来的 那就难怪了 难怪了 你看 这个是咱们传统最标准的小擀面杖 你看 它比这个还短一点 还粗着短一点 是吧 小朋友要做的这个呢 难度系数比刚才要更高了 这是要做什么呢 他在挑那个 对 对对对 比这个大小 大小 我们看看 这有一个造型 这花 哎呀喝 哎呀 这是什么 树叶 树叶 哦 树叶 哎呦 这怎么感觉 哎 这绝了这个 这是 这是平凡妈妈教的吗 哇 他都是刚那个 网上那个视频学的 哇 哎呀 这每天得练多少小时啊 其实每天练的时间不长 平时干的活比较多 就平时在家里好多 就是做好多好多的家务也比较多 除了做饭还干别的活啊 对 什么都会做 就比如现在他就是虽然小 但是说四十斤的水他都能拎起来 他多重啊 他四十二斤 四十二斤 四十二斤 拎起一个自己 对四十斤的水 哇 听说现在辛伯在家里面都是给妈妈给奶奶做饭的是吗 对 就一般情况下 每天晚上回来的时候 基本都吃现成的 就是都做完了 包括什么慰姬啊 什么扫愿啊都自己做完了 都孩子一个人做的 对 非常懂事非常地就是贴心 哎呦 这个懂事这孩子 万中间组装呢 哎呦 做完叶子是不是该做花呢是吧 还有啊 我们中间一个装饰 对对对 你看看这个辛伯的这个手法 他往下切的时候是吃着劲呢 有点缩衣黄瓜的意思啊 他有控制力 他不能切断了 对 他有控制力的 有控制 有控制力的 一个四岁的孩子 就是啊 甘摆下风 好的 祝贺我们的小辛苦 太棒了 太棒了 我已经被打破你了 还是我写下来 哈哈哈哈 哎呀 精彩精彩啊 我觉得亚婷老师以后 包子铺的这个logo 就是这把球拍了啊 我把我这首秀 献给了多彩少年 哎呦 谢谢谢谢谢谢 来看到孩子刚才制作的这个面食呢 面点呢 这么的丰富 这么的精巧 不禁得要问一问你的妈妈 孩子会做多少种面食啊 快做一百多种吧 就是现在已经 我已经没有什么可揪的了 好 其实我们这也有一些 视频啊和图片 我们看看孩子在家里面 制作面食的一些情况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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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颜色是哎老张老师 这是不是就是用火龙果 对对对 调的那个 没错 哎呀真不错太好看了 真漂亮 这做的什么 哎呦 哎呦 孔雀造型 这是工艺品哪 天呐 这是什么 是啊 这包包子 包子来了 这是包包子了 老师您果然是伟大的预言家 哎呦 哎呦 哇看着漂亮啊 哎呀就是 做饼吧这个是 花卷吧 花卷 花卷 嗯 花卷 啊 花卷 哇 正好是花卷是这样做的 我才知道 就是一切为二那样的 对对对 超级蓝 嗯 五五十蓝 嗯 什么饭都不会做 这样 奥 这道菜我喜欢 炒菜 哎呦 烫 天呐 而且他这个里边的食材 营养的搭配 我这个非常的讲究 有荤有素 这一大 天 这太能激发食欲了 这期节目我有意见 导演就应该放在我们家去录 我跟你讲 一边录就能一边吃 看着我们隔着屏幕 看太着急了 是不是 而且他不光会做各式各样的面点 我们也会炒菜炖汤 这是一个小小少年 我要为我一开始提出的质疑 而感到惨罪 看看 不如张老师长大点 就收他当年的学生 不是 这个我爸长大点都超过我了 开个玩笑 其实张老师作为我们的面点大师 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 能不能让我们见识一下您的学活 可以 可以 来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这是张老师的作品 不是 你确认这是用面做的吗 是的 对不起张老师 我打断一下 除了这个以外 都是您的作品 就是面点作品对吧 这也是 这个难道不是真的枣吗 这是面做的 对 张老师我觉得您那个做的可以为面为消 要想吃的梨子的滋味 必须亲口尝一尝 尝一尝 你这进水楼台 馅是枣泥馅 然后那和面的时候 用蒸的枣水去和这个面 所以枣香特别浓 对 刚才您尝到的这个枣 还有这个番茄 都是发面类的 还有这个山竹 还有这个盘桃 那么这两类就属于油酥类的了 金鱼 小萝卜 还有柿子椒 太讲究了 接下来呢 我们也看一看张胡老师 制作美食的一段视频 因为现场条件实在是有限 对 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是吧 来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不用干个让 把刀拿来 一刀 两刀 出皮 来开始包虾脚 你听说了吗 这太漂亮了 把它收口收住 把刀口了 咱们三刀六瓣 慢慢地从顶上往下砸 把它的花瓣砸开 哇 这不在开哦 哇 看到花香了 哇 真的很漂亮 不要老羡慕外国的美食 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的面点艺术品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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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霏raham thank you 谢谢 如果这个最后这个 我真的放在家里 我绝对不会吃的 硏ا 인et把它放在这个厨柜里边 放到展示 谢谢 感谢我们張老师 给我们带来的 这么精彩的这种分享 谢谢您 谢谢张老师 谢谢 刚才见识了我们两位 三位面点大师 带来的精彩的展示 特别想问问妈妈 咱们虽然现在才四岁 但是她多大的时候 开始对这个面点制作 产生兴趣 孩子是从两岁开始吧 因为我是山西人 比较喜欢吃面食 就一般我们吃些包子 饺子之类的 她在旁边就看 就是非要让我 跟她一块面玩 就是有一天 就自己就做出这个饺子来 我当时爸觉得挺惊讶 感觉这还挺惊讶的 我发现好多小朋友 都对那个面团特感兴趣 一般大人在那和面的时候 都想去捣乱 去玩一把捏一把 我们小时候 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但是可能家长 就没有那么支持了 您当时怎么考虑的呢 不怕他弄得一身 特别脏哪都是 或者说把面给浪费了 其实我也挺心疼的 因为就是家里没有那么多钱 多余的钱 给孩子买一些 橡皮泥就像人家粘动的之类的 但是我就想着玩就玩吧 就今天玩完了 就放冰箱里 到第二天解冻了 还可以继续玩 就重复使用 一玩就玩好几天 这样就不会很浪费 那不最后这面还是脏了吗 脏了给鸡吃了 鸡吃了可以下蛋 下完蛋也可以扶小鸡 就不浪费 咱家小时候没养鸡 所以说就没有这样的限电条件 玩了面团 学会了面点制作 还省了橡皮泥 什么一些泥塑的钱 挺好 而且刚才我看 在这个大屏幕上播放的视频 拍的还都很清晰 挺专业的 就是您自己拍的吗 我哪会 不是我拍的 是他舅舅 现在就是旁边这个 就是他舅舅拍的视频 所以说我其实觉得 要特别感谢孩子的舅舅 因为说实话 我们家里呢 在这个农村 可能如果不是这个通过短视频 这样的一种方式 不会有那么多人 知道这样一个优秀的小朋友 也不会来到我们 多彩少年的舞台 所以在这里 能不能对你的舅舅也说一声 谢谢 对舅舅妈妈 不客气 我爱你们 我爱你们 我觉得孩子哪儿都好 就是一开始上场 我看到的这个衣服 我始终觉得 不是那么的完美 我们已经是一个面点大师了 这个服装呢 必须和我们的这个实力相配位 所以呢 我们也经过和栏目组的商量 决定赠送你一件小小的礼物 就是一个漂亮的衣服 作为战袍 好不好 好 好 来 请上战袍 好 怎么样 效果怎么样 穿上战袍 你又是我们裁判团队的 是 对 穿老师们 张老师 打他以后我会超过你们的 没错 没错 好的 辛勃小朋友 有没有信心完成今天的挑战 有 让我们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那就是 孤岁少年 奉勇向前 我代表裁判团来宣布规则 第一 挑战者需独立完成两锅面食 并在午饭时 由主持人发给消防员品尝并打分 第二 若半数评分在90分以上 即为挑战成功 第三 若挑战者没有独立完成 或半数评分在90分以下 即为挑战失败 好的 这个挑战内容在今天的早上 已经由管童姐带着辛勃小朋友 一起完成了 但是成功了没有 我们并不知道 下面我们一起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 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是在北京市朝阳区 呼家楼消防救援站 在这里我们的张新博小朋友 要完成一项挑战项目 请问张新博小朋友 现在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咬战 开始 好 咬战 开始 咬战 开始 咬战 开始 好 大家看面前呢 就是我们张新博小朋友 用时两个小时的工作成果 怎么样 厉害吧 好 那我们现场制作环节 到这就告一段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些糖三角 送到锅去蒸 然后由我负责把他们 分发给消防员叔叔们品尝 并且打分 对自己有信心吗 是 好 加油 来 挑战 祝你挑战成功 好 我的那猪他 好 好 哦 好 哦 哦 对 � 今天新来了个大师傅 这个面点是他做的 这个感觉味道又不一样了 我觉得挺好的 我平时也是不怎么吃面食 今天我也吃了三个 你吃了什么糖糖饺饺是吧 吃的是第四个 但是那个馅有点偏啊 这把辣的实性 究竟新来的这位大师傅 他长得什么样是何许人也 现在我把他请出来好不好 大师傅赶紧上场了 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这位大师傅啊 就是四岁的 来自山西的张馨博小朋友 是为了让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 也能够尝尝我们馨博的手艺 咱们把那些糖三角富裕的 都带到现场来了是不是 咱发给大家尝尝好不好 好 尝尝我们馨博的手艺 来 有请 还有刚才我们制作的一些 也已经新鲜出炉啊 来 豆沙包真不错 来来来 大家已经品尝到了 馨博小朋友的手艺啊 但是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张馨博有没有挑战成功 那我就代表这个裁判团来宣布最终的结果 我宣布少年挑战者张馨博在面试大挑战中 共制作了四十三个 共制作了四十三个 四十三个豆沙包 十六位消防队员品尝后进行了平分 其中总分在九十分以上的十五人 在这里我们高兴地宣布张馨博挑战成功 恭喜 恭喜我们的新活小朋友 太棒了 真棒了 谢谢我们的张老师 谢谢 谢谢 好 从今年九月一号开始 劳动课进入了课堂 而且进入了考试的课程 小孩都要学会做家务劳动 学会做饭 所以他真的要当小老师了 所以妈妈呢 虽然没让带他去这个班那个班 但是妈妈把自己的家做一个平台 让他大显身手 我觉得这个教育是非常值得推广的 真的很感谢我们今天的小张老师 也感谢张老师的妈妈 谢谢 谢谢 在这里呢我们就荣幸地宣布 我们的张馨博小朋友 进入了我们多彩少年 2022年度的少年英雄榜 恭喜 好 我们祝福小小男子汉 能够早天长大成才 好 希望下次在舞台上再见到你 再见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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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